大家好我是健身工廠小鋼場的教練桑林 大家都知道健身工廠的教練課可以上拳擊嗎 這堂課不論你是新手或是拳擊愛好者 這堂課都能讓你大汗淋淋 並且我們可以學習到一些實用的格鬥技巧 那我們就歡迎小鋼場的Vivian 一起來跟我們體驗拳擊訓練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鋼場的會霧Vivian 如果有住在小鋼場附近的朋友 歡迎找我約參觀喔 這是我的IG 好那我們今天一起請桑林教練 幫我們進行拳擊的教學吧 OK 那桑林教練我們今天要學什麼 第一步我會先講的是拳擊的基本戰架 OK 那我通常會用一個十字的兩條主力帶 去把它畫一個十字 那我會先把我的前腳放在左上面這個格子 那右腳會在右下面這個格子 因為我們是右撇直的 但要看每個人的狀況 有些右撇直的就會在這個戰架 那左撇直的就要換過來 OK 那我們等一下先幫我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前腳尖對齊這條線上 然後後腳跟對到這條線上 所以是前腳尖跟後腳跟剛好在同一條線上 OK 然後我們的手要拿高 因為我們手如果放低的時候被祈禱 被打到下巴一定會暈倒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手拿高去顧好我的臉 OK臉是最重要的 OK 好 前腳對齊 對 前腳尖對齊 然後後腳跟 OK 對 沒錯 所以前腳尖再旋轉一點點 對 然後我們的手拿高 拿高 OK 好 然後另外一隻手會放在我們的下巴的位置 對 OK 有點像裝可愛的感覺 沒錯 就是這樣子 沒錯 OK 好 手肘收起來 收起來 這是我們的基本的拳擊戰架 那同時我們的寬呢會被旋轉到這個位置 OK 很好 這樣子會縮小我們的攻擊範圍 OK 那我們過來要學第二步就是如何去做移動 那移動的時候我就會把一條線去把它抽掉 我們要做的是前後移動 所以我的前腳尖跟後腳跟在同一條線上 這是我們剛剛有講過的 OK 那等下往前的時候是前腳先移動 後腳去做跟上的動作 那往後呢會是後腳先移動前腳跟上 好 所以快一點的動作會是 用一點跳躍的感覺 OK 好 那輪到你喔 OK 我們先試試看用走的方式 前腳先往前跨 後腳跟上 OK 然後後腳往後跨 前腳跟上 OK 那你記得在移動的時候你的距離要保持好 OK 對 原本怎麼站的距離就是多少 OK 手不要掉了 眼睛看前面 好 好 然後我們開始做快一點點的動作 OK 再往後 好 這條線基本上我們是不能踩到的 OK 好 來 再來一次 GO 好 再往後 好 那我們慢慢加跳躍的動作 走 對 再往後 OK 再一次 GO OK 好 OK 剛我們學到會走路之後 我現在教你如何會打人 OK OK 我們等一下往前的時候我們剛才只有往前移動跟往後移動對不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先站穩的狀態 OK 我要把我的我要先教的是前手的攻擊 所以等一下把我們的前手往前推 然後我加一個腳的旋轉 好 然後記得下巴不會掉 好 OK 這是我們的前手攻擊 OK 那速度快一點會是 就回來了 OK OK 然後加個吐氣的動作 OK 然後過來就是換後手 後手出去的時候記得我們的下巴要記得收 左手下巴要記得收好 把我的手一樣延展出去 OK 不用往上打 打按你的正前方就好了 好 所以會是 再回來 這就是我們基本的全手攻擊 好 一樣手拿高 OK 下巴收 手肘收起來 對 然後可以帶一點點微微的圓肩駝背 對 這樣子 OK 好 來 走 走 1 對 很好 所以我們在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的拳頭記得不會往上 往前就好了 OK 好 來 回去 好 來 2 推 前走 一樣前走 前走 好 來 3 連續三顆 走 1 2 再一個 3 好 來 換後手囉 GO 1 對 很好 所以我們會加一個腳的旋轉 再來 2 推 再一次 3 OK 很好 OK 好 基本上我們打拳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打的是正前方 所以我們手腕記得不能折到 一定要握緊 握緊 對了 握緊 然後是打在這個方向 所以你的正面剛好是貼到我的手把這個位置 OK 過來我們要加的是勾拳的部分 那我們勾拳有分hook跟upper 就是上勾拳跟平面的勾拳 OK 那我先講平面的勾拳 等一下我們在打的時候呢 我們身體可以帶一點點的旋轉 加一個 我們一樣用到剛才的技巧就是腳轉的部分 那拳頭記得出去的時候是平的 不要丟子 因為丟子很容易折到手 OK 好 那我們試看看 我們會先做左手的過來 再加一個右手的勾拳 OK 那我們打的方向呢都是在正前方 不要往內收進來 OK 手要出去 OK 好 所以我們會是 1 2 回來 1 2 回來 對 手收回來 好 走背 好 對 不要踩到喔 OK 好 來 手脈勾 OK 圓肩脫背 OK 好 往後 我們身體可以往後旋轉一點點 好 來 往前做一個平面的勾拳 對 那記得要打在你的眼睛的正前方 OK 好 拳頭要挖進來 好 在這個位置上 OK 好 來 換邊 go 換手 2 再來 連續 3 很好 所以你的這邊 你的寬要一直去做旋轉的動作 OK 好 來 連續走 1 2 再來 3 再來 4 很好 5 腳轉 6 那記得要吐氣 7 再一個 8 OK 很好 OK 過來我們教的是上勾拳的部分 好 那上勾拳就很像是人家說的肝臟拳 就打在人家的肝臟上面 肝臟 肝臟 最好把它肋骨可以打斷最好 OK 好 來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是 往上打到你的肚子 你家的肚子這個方向 好 OK 所以右手跟左手 同時腳也都要做旋轉的動作 OK 所以我們會做一點身體的 微微的旋轉往上勾上來的動作 OK 但是你的手要記得顧好下巴 要不然一樣會被打到喔 旋轉 上 OK 再換另外一邊也是 OK 那換你來做囉 好 手一樣拿高 好 來 旋轉 往下旋轉 好 往上勾 對 很好 記得是打在肚子 肚子 肚子不會那麼高 肚子 OK 對 肚子的位置 好 來 換邊轉 往這邊轉 好 上 對了 很好 再換邊 一 二 換邊 直接跟上來 對 很好 來 三 再來上 很好 四 走 再一個 很好 好 有底子 很好 那過來我們要教的是閃躲 就是 如果別人的拳頭過來的時候 你可以如何去做閃躲的動作 對 阿這個你可以去做 可以想像一下前面有一張 有一個鏡子 然後中間有一條線 OK 你要把你的臉 擺過來左邊這張鏡子上面 對 有兩個鏡子嘛 對 中間有一條線 好 那身體呢 會往左邊去做旋轉的動作 那記得你的手也要拿高 不要掉下來喔 所以會是 一 二 三 四 重心不會是往後壓 是往前壓去去的 所以你在旋轉的時候記得 身體要有一個旋轉過來的動作 那這隻腳不要動 OK 不要動 閃躲 擋 擋 擋 OK 看懂了嗎 OK 好 來 準備 好 閃躲 先閃 先往左邊 對 閃躲那邊 對 閃躲那邊按你的手要拿過來 好 閃過來走 閃 好 你的手要放… 對對對 閃躲那邊 對… OK 好 來 GO 對 很好 再換另外一邊 對 你剛剛是往後閃 要往前閃 對 然後手貼好 貼好你的頭 然後眼睛看前面 好 看前面這樣 對 看前面 然後下巴收好 下巴收好 另外一個下巴 對了… 好 來 再一次喔 好 來 閃躲 閃躲 過去… 對 然後再換邊 OK 再來三 很好 來四 再來五 對了 再來六 可以慢慢好了 七 OK 好 OK 過來我們等一下要打的是手把 那打手把之前我們會戴的是拳套 拳套一定要有一個東西就是繃帶 OK 第一步一定要有繃帶 因為沒有繃帶 你手套在拳套裡面它比較大 所以你手跟它不夠密合的狀態下 你一定會打到東西的時候 因為你拳套的重量很大 那一定會受傷 會甚至會折到的動作 OK 好 好 通常我們的繃帶有分正面跟反面 就是反面會是朝內的 正面朝外的 OK 好 那你手借我 OK 第一個我們的這個 它這邊會有一個掛鉤 那掛鉤就套進你的大拇指裡面 那手轉正之後呢 我們會先綁的是手腕 因為手腕是我們比較重要的位置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只要拳頭太重 如果拳頭沒有握緊的話 你手腕一定會去折到 所以我們要先固定的是手腕 那女生通常我會建議是三圈 男生大概是兩圈左右 要看每個人的手大跟小 那手腕固定完之後 我會固定的是指節的部分 好 指節也是兩到三圈 好 那我會從我的大拇指的下方 往上去固定每一個指縫 OK 每一個指縫都要固定到 這樣你等下打拳的時候 握緊的時候比較不會受傷 OK 那最後呢 我會把我的 綁完這些指縫的時候 我會把它最後的整理起來 就會變成這樣子 OK 最後一個就是剩大拇指才能綁到 OK 把大拇指綁緊之後 最後收尾我就會收在我的手腕的位置 OK 你握緊看看 可以打死人對不對 可以 OK 很好 OK 好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是 先做的是直拳的攻擊 OK 好 我們腳一樣跟剛才站的攻擊就是一樣 想像一下中間有一條線 對 然後不要踩那條線 然後我們的前手等一下往前就是 我們先做直拳的部分 好 前手伸直 然後後手跟上 對 我們先做1 2 就是最基本的直拳 好 記得腳要做旋轉的動作 OK 然後打拳的時候 你要記得那個拳套一定要握緊 他們會受傷 要握緊 抓緊他 好 來 準備 Go 1 2 好 把速度連在一起 Go 1 2 對 來 再來 1 很好 再來 3 再來 4 OK 好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的直拳 很簡單吧 嗯 好 那過來要叫的是勾拳 我們先把我們的拳頭先run一次過 OK 好 過來是勾拳 那我們等一下要打的是平面的這個 Hook 對 對 OK 好 來囉 準備 Go 1 2 對 手在帶甩一點點 Go 再帶甩一點 1 2 再來 3 打 4 推 對 5 1 2 再連在一起 6 加速 7 欸 對了 很好 欸 對了 就這樣子 簡單 OK 過來的話這個是我們的勾拳了 上勾拳 好 來 準備 先我們做左手 再做直接跟右手的動作 OK 好 來 準備 走 1 2 很好 再來 1 對 再來 3 很好 再一個 4 很好 就是這樣子 OK 這就是我們的拳頭 我們打拳就是六種拳頭 直拳 勾拳跟三勾拳就是六種 OK 那過來我要教你的是閃躲的動作 閃躲 OK 那我今天要教你一個 防禦加閃躲的動作 OK 等一下呢我們往這邊的時候擋好 擋好 那我還出一顆拳頭讓你去做一個閃躲 那你是往我的對稱邊去做閃躲的動作 不能往我的內側閃 因為你往我的內側閃 通常我再打到你就會馬上打中了 好 OK 好 來 準備 走 擋 對了 很好 換邊 對 來 3 爽牙高 4 往前閃 5 推 來 6 很好 7 對 8 往前 來 9 再一個 10 OK 好 好 走 1 2 很好 往前 1 2 3 4 往後 1 2 勾 勾 閃躲 閃躲 三勾圈 很好 對了 OK OK 那我們今天課程就結束囉 OK 你有感覺到很紓壓暢快的感覺嗎 有 OK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累 不會 那你感想如何 感想嗎 我覺得 像剛剛講到的就是一個非常紓壓 然後再來就是很推薦大家 如果雙半遇到欠揍的人 就來上拳擊課 OK 又可以減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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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你有沒有最喜歡我們課程的哪個部分 最喜歡的就是把這些拳全部組合在一起打靶的時候 非常的紓壓 而且聽那個聲音就很棒 那個衝擊感很棒 對 就是那個大聲很大聲的感覺 對 就是要很大聲 對 就是上脈壓力太大 一定要梳霸一下 對 就是欠揍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 OK 好 那就看觀眾有沒有什麼 喜歡哪個部分留言告訴我們吧 OK 現在健身工廠每個場館都安排 專業的拳擊教練 不管你是要拳擊有氧 或是專業的格鬥技巧 都可以有相關的課程安排 那如果你在訓練上 有遇到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去問到現場的教練 他們都會很熱心的幫你解答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拜拜 拜拜 這個時候那個聲音 很穿快 聽起來非常的紓壓 OK 真的就是打架 對 有那個紓壓感 有那個紓壓 蘇巴壓力的感覺 沒錯 OK 那 你講 都可以詢問現場的教練 OK 不管你是 都有相關的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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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我們再一次 結果這是在看 好難喔 太多了 好